不論是供端還是需端 供給端還是需求端 大家都在努力 希望來拚三倍圈的商機 那麼經過討論之後 其實我們願意把許多可以優惠的部分 回饋給消費者 也就是說來台南消費的各位好朋友 我們不惜種資不惜血本 來提供抽獎 第一最大的獎當然是一戶房子 一戶房子 那這個房子的細節 怎麼樣抽獎的細節 我們還有禮拜五的時候會公布 那因為我們昨天全面的去接觸 發現有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找出法源 也可以去用這個市庫 來購置一個房子來作為抽獎 那第二大獎就是車子 所以五子登科裡面已經有兩子了 孩子的部分你要自己生活 那但是這個房子跟車子都會列入 我們台南市的這個消費的抽獎 那多少金額以上可以參加抽獎 這個抽獎的程序如何這個記錄實名制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在七月十五日開始使用這個三倍圈之前 做一個詳細的公布 這樣才能力求公平 因為這是非常高價值的東西 那必要的時候我們可能也會去整個抽獎的程序 聘請這個社會公正人士或是法界人士來做 不過我覺得其實這部分這都是手段而已 我目的是希望說大家好好的用這一波利用這一波的三倍圈上機 好好的消費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叫報復性消費也好 或是任性的消費也好 或是大家想要性的消費也好 通通歡迎來台南 我們也歡迎各位組成復仇者聯盟 通通來台南報復就好 我們覺得其實這部分台南迎接三倍圈上機我們都準備好了 房子的位置一定有辦法在那 嗯這個詳細我們會帶大家去看 但是還沒就應該是在城區吧 應該是城區 所以不會 你會想房子有限制做法道庫的計畫等級嗎 沒有就是食用為等級 新房子 社會住宅嗎 新房子新房子 社會的都還沒蓋好玩玩 我們當然是這個抽獎的時候就有實體的房子在那邊 要不然等到天荒地牢也不行 所以我們覺得不是魚收屋 是實體 公寓要是透天的 應該是公寓吧 透天的我看要跑路了